我是覺得王必勝 他就是維持著他在立法院 而且他在立法院的那樣子 那副所謂的嘴臉也好 他那樣子一皮天下無難事也好 所謂的戰狼也好 就是跟著薛瑞緣嘛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就這樣 有樣學樣 所以當你立法委員 如果真的拿他們一皮一條的時候 我坦白講 所有的官員都可以這樣子去做 所以其實在過去八年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戰狼已經瀰漫在整個 民進黨的官員的氣氛當中 而且你如果去那邊 你不是這樣子跟著在立法院對幹的話 別人還會覺得你孬 所以我覺得 你就可能就不會升官 但是如果說你這個看起來硬漢 然後跟這個大家舌戰一番 這很可能就是他們的英雄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事實上 王必勝現在已經不是官員了 所以我也不太想浪費太多時間 在他的身上 不過坦白講 剛才鳳京講的跟宏偉講的 因為他們兩個都跑過財經 你會知道真的門神很管用 所以你說這些官員 他因為他不是直接的 跟他的業務相關 所以他們有所謂的旋轉門 調款 但是他卻繞了一個彎 去那你以為人家幹嘛 找王必勝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這個部分其實藍綠都有 我覺得藍綠其實都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 所以這就是立法委員要監督 我們民眾 總是要把權力交給一些人 讓這些人幫我們去監督政府 所以我就不太知道 剛才卿惠念了一大堆 黃潔他那個在 講什麼今天立法委員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立法委員 你去立法委員是幹嘛的 對啊 監督代表人民 立法委員同財同僚犯法 關你什麼事 你要關的事是你要去監督 行政體系不是嗎 我管你 你到時候國會立法委員 有人犯法 反正行政這個司法會去伺候 你替他擔心什麼 你要真正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這段時間 就是目前的新國會的第一站 放在國會改革 但是民進黨卻可以這樣子 就是網顧事實到編造 謊言到這種程度 是讓我覺得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就是所有所有過去 我覺得台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 很多的不管是年輕人啟蒙 媒體的奮戰 很多是跟著民進黨一起走 確實 所以你講到什麼改革啦 黑金啦 什麼立法院什麼 都是你曾經講過的口號 只是說現在你自己變了調 你自己可能不覺得怎麼樣 我們聽起來我們都覺得說 我們替你覺得很丟臉 很羞恥 所以包括說你說 好 現在為什麼他們這樣子 除了我剛剛講到說 瑞爺 賴清德來說 他的新國會當中 他沒有辦法去接受一個 他的立法權 沒有辦法自意妄為 那樣子的一個八年 再來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政黨輪替 過去民進黨不斷講 為什麼要政黨輪替 我已經印象很深 他們打得狂 我都打得很厲害 像以前陳定南 他就是畫了個黑臉 對不對 陳青天 這個台灣什麼什麼 400年第一站要讓台灣變青天 他們有一個廣告 是把這個沙發椅搬走 陳水扁的時候 陳水扁的時候 就是要掃垃圾 因為這兩個的概念都一樣 不管是陳定南他選省長 還是陳水扁選總統 他們的概念都是說 政黨輪替的必要性 在於可以去掃除黑金 可以把過去的藏污納過 因為你說藏在沙發底下 家具底下嘛 就把它搬走 搬走之後我就可以把它掃...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你說這些民進黨 為什麼那麼擔心行政權被監督 為什麼那麼擔心調閱權 擔心調閱文件 擔心調閱什麼東西 你就是怕嘛 那麼多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很可能 中間閉案重重 不堪文問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你真的 所以國民黨才說啊 這樣如果說國會改革結果 陳時中會被罰到爆 陳時中之流 我覺得罰到爆可能一件事情 你會不會關到監獄裡面 還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覺得太多事人 都一定會有人坐牢的 我坦白講 光電弊案 疫苗的案子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蛋的問 太多問題了 尤其你像光電弊案 那個金額這麼的高 我真的不能... 這是一個疫苗以上 金額都很高 它不可能沒有... 我坦白講 我認為不可能沒有弊端 如果說真的沒弊端 拿出資料來 你幹嘛怕大家去查 所以我覺得我們剛才講到說 那個藐視國會 很多在講的是質詢啦 我覺得質詢是立法院的 一個工具之一而已 我覺得調閱權跟聽證會 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大家不要去受到 這個黃捷跟其他的一些 真的是舉一些非常荒謬 極端的例子的影響 你真的回過頭去看 你說像是這段時間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所謂聽證會 比方說好川普 川普的律師出來說 他真的川普口口聲聲說 他絕對沒有付封口費 是誰出來說有付 律師 律師在哪裡說的 聽證會 國會聽證會 他們傳喚了川普的律師 跟他說我們必須要知道 他有沒有做偽證 川普有沒有做偽證 他是為了選總統的人 他有沒有做偽證 所以我們要你來說 因為面對國會的聽證權 你有罰款 對不對 你有罰款 要不你就要被彈劾等等 你有其他的罰款 跟你可能要坐牢 行事的責任 所以他就說了 他說是川普要他付封口費 這是一個例子 再說比方 我覺得很重要 佐克博 臉書 創賣人佐克博 他現在本來還拒絕到國會去聽證 後來不是出現了兩起案子 他都去了 一個是牛津分析 他們就是洩漏了8000多萬筆的 臉書的客戶的賬戶資料 那大家就覺得 我的資料 我去你那邊留言 這個貼文 我因此就相信你 結果你資料可以拿去賣 現在洩漏出來了 那大家想知道 臉書到底有沒有任何機制 去保護他的消費者 那要知道吧 所以後來佐克博就去聽證 去哪裡聽證 去國會聽證 他就國會聽證 經過10個小時 那個就是市職第一名的市職王 他就那邊乖乖的 穿著西裝打領帶 沒有穿著T恤了 乖乖的 接連道歉 連到五次歉 那10個小時乖乖的 他們就說我從來沒有看過 佐克博那麼像個好學生 為什麼 國會聽證權 還有一次就在今年 他們裡面其實臉書裡面 有很多包括IG啦 很多就是鼓勵小朋友 就是年輕人幹嘛幹嘛 為了學彼此直接模仿啦 有點像是Tito那種短影音 那當中有些就是 就是未必是一個好的 對孩童 對年輕人未必是好的 有人因此而自殺 所以他們就要求 佐克博來這個國會聽證 你到底有沒有任何保護隱私 避免仇恨言論 避免呢 這個就傷害孩童 不管是跟性侵有關 卵童有關 還是他們各自相關的一些 相互的模仿的這些行動 那後來佐克博也是乖乖的去 也是因為國會聽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實際上你有很多事情 他如果在司法的進行中 包括台灣也是啊 剛剛蘇惠也講得很清楚啊 其實在司法的調查中 這個部分是 立法會會自動迴避的 就是如果調查中的司法案件 他們是會迴避的 再來一個就是 如果是屬於行政的特權 比方說外交 國防 國安 有些東西他們真的是有一些 獨立行使的事情正在進行 不方便你調查的話 他們會放棄調查權 或者改成秘密 改成秘密會議 這些東西在我們的條文裡面都有 所以大家不要跟著民進黨這些 胡扯八道的人去起舞說 我們都會什麼東西全都漏了 而且呢不只是官員 我們的國家機密 我們連一般的老百姓 泛夫手足都會被老去聽證會 沒這回事 我們真正要保障的 而且我們真正要去捍衛的是說 好 我們的 如果說他們真的搞這些 抖屁要造成 我們也 民意也會去給他們壓力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們要的是希望 你給國會議員足夠的武器 讓他去監督政府 那如果說他做的不夠好 我們民眾會去監督立法院 不是嗎 那但是他現在連武器都沒有 而且這個武器在過去八年間 我就真的說你去看過去這些例子 過去我們剛剛也講過了 就是這些相關的條文 其實在民進黨主政的時候 都已經提過 他提過說他怎麼講話 多麼的冠冕堂皇 這個時候我還是要稱讚一下 忍不住稱讚一下民進黨 他們真的都很會說話 那個李鴻熙教授的兒子李俊逸 大家知道嗎 他當初就是在跟著林佳龍 去提那個案的時候 他是一個主要的連輸者 他當初怎麼講 高聲痛批 沒有聽證調查權的立法院 他說沒有聽證調查權的立法院 就是缺了牙的老虎 這講得真是好 然後的話呢 再來 林佳龍曾經說過 如果官員說謊的話的話 就是因為他認為不應該有 就不秒秒是國會 所以那個時候他是贊成 放進刑事責任的 他就說應該要負起刑事跟政治責任 這是國會本身品質的重要的來源 那這邊還特別講到一個陳水扁 陳水扁在1993年曾經疾呼 國會調查權是立法院固有的權利 就應該要有 這才叫做立法院的靈魂 這都是民進黨的立委說的話 其實都會聽到 哇 很被他感動有沒有 可是蘭萱萱 剛剛你想要跟外媒的關係嘛 柯建民接受日經亞洲的專訪強調 藍白試圖通過有爭議的法案 將擴張國會調查權 控制數十億美元的預算 來削弱剛上任的賴清德總統 這就是他們的邏輯啊 這就是他們認為說 可是這也是我們要的沒錯 不過我這邊先提一下 有沒有這個改革法案啊 預算本來就要經過立法院啊 這什麼莫名其妙的話啊 對 而且對他們來說 反正就是總統獨大就是他們要的嘛 就是你不能夠 所以什麼叫削弱賴清德的權利 總統的權利完完全是可以不要被制約的嗎 他就當上總統之後 他就可以為所欲為嗎 那事實上本來台灣真的是有點扭曲 我們又要再倒帶一下 當初其實台灣在進行修憲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雙手長制 現在大家很多人都不講雙手長制了 什麼叫雙手長制 就是說當你是總統跟國會 都是你拿到的時候 這個叫做總統制 當你拿到了總統 而不拿到國會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尊重國會 所以你必須要去提名在野黨 居多的行政院長 這叫雙手長制 問台灣就從民進黨執政之後 他就他一度啦 一開始藏飛嘛 後來發現沒了以後 從什麼時候就忘記了 就等於忘記了我們修憲的時候 曾經講過那麼漂亮的話 我們要跟著法國一樣 法國這雙手長制 我們會換鬼 換個頭啦到現在 什麼鬼就通通就是總統制這個鬼 所以如果你都是總統制這個鬼 你就沒有道理他不到國會 所以我覺得這是為什麼會講到說 國情諮問的重要性 而且我覺得國情諮問這件事情 我覺得當然也在那邊胡扯八道 我也很懷疑 因為我不是那麼贊成 疾問疾答 坦白說 後來你就去看他的條文 他沒有要跟你疾問疾答 他的意思是說要依序進行 即時回答 依序進行即時回答 很彈性的一段言語 其實國民黨在這邊已經讓不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一團人 講完之後你來回答 你可以分政黨完然後你來回答 你可以高興20個人完以後回答 你可以要30個人 就是它是一個彈性 它沒有要你一個人問完一個回答 一個人問完一個回答 因為我最擔心就是這個 你每一個人問話他就要回答 我認為依照台灣立法委員 委員跟這個媒體這個效應 我覺得會作秀 那我覺得這樣那個作秀 不見得能夠達到真正 我們要總統來進行國情報告的目的 但是人家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就是就事論是說實話好不好 拿著條文出來說實話 大家才好討論 這天花亂罪就是把一切沒有的條文 憑空生出來 然後塞到在野的嘴巴裡面 然後為了這個東西 召喚人去那邊煽動 然後去抗議 然後去那邊靜坐 是在幹什麼呢 你也和我一樣愛吃米食 麵食甜點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了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腎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腎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